一只乌鸦外出迷失 它找到了一块很大的肉 于是它兴高采烈地在天空飞翔 想要找一棵树 好好的美美地享受这顿美餐 正在这时 一群老鹰注意到了它 于是老鹰开始追着乌鸦 乌鸦飞呀飞呀飞 它感到非常的害怕 这时它看到山脚下 有一个和尚正在冥想 乌鸦飞到和尚身边求救 师父师父求你救救我 你看那里有一群老鹰 他们追着我不放 我会死的 和尚看了看它 又看了看那群老鹰 你不会死的 你只要放下你嘴里的那块肉就行了 乌鸦并不相信和尚说的话 于是它叼着那块肉 继继续飞到天空上 继续逃跑 乌鸦逃 老鹰追 它们不停地追赶着 飞着 乌鸦渐渐地 觉得体力不支了 它看到老鹰离它越来越近了 它感到非常的害怕 这时它想起了和尚说的话 于是尝试着 抛下了口中的肉 正在这时 它发现 老鹰们一哄而上 扑向了那块肉 于是它得救了 结后重生的它 飞到了和尚身边 感激地对和尚说 师父 谢谢你给我的意见 它救了我的命 和尚笑着回答说 我亲爱的朋友 悲伤和痛苦 只有在我们坚持 不放下它的时候 它才会存在 如果我们放下 对它的执着 我们所有的悲伤 所有的痛苦 都会消失 乌鸦听完和尚的话 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它深深地向和尚鞠躬 并感谢它的建议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也是如此 乌鸦嘴里的那块肉 是它被老鹰追逐的原因 是它麻烦的源头 一旦它丢下了那块肉 老鹰就不再跟着它了 它就摆脱了困境 同样 我们的坏习惯 也是我们悲伤 痛苦的原因 但我们往往认为 这些坏习惯 给我们带来了快乐 我们不想离开它们 但我们必须记住的是 除非我们摆脱 这些坏习惯 我们无法摆脱 悲伤 困境 就比如说 有些人一直想要减肥 但它无法改掉 吃垃圾食品的坏习惯 那它又怎么能 保持自己的身材 让自己减肥呢 它们也像乌鸦一样 嘴里叼着一块肉 期待着摆脱病痛 类似的 我们对外在事物 和人的掌控 依恋 也会成为 我们过度痛苦的原因 例如 如果你想和你的爱人 拥有一段完美的 爱的关系 但你却无法改掉 怀疑它 控制它 想要了解 控制它生活的 方方面面 你对爱人的衣服 控制 成为了你痛苦的原因 如果你不放下 你的控制欲 又怎么能好好享受 这段爱的关系呢 你是不是也像乌鸦一样 嘴里叼着那块肉 但又期待着 你的爱人 能够向你妥协 能够被你控制呢 生活 并不痛苦 但我们坚持的 那些 不好的习惯 不好的想法 不好的信念 才是造成我们 痛苦的原因 所以 如果你想摆脱 生活中的痛苦 生活中的悲伤 那么 就放下 这些痛苦的因 把那些给你带来 痛苦的坏习惯 各种执着 都放下 如果你释然 你放下了 这些让你 感到痛苦的原因 那么你会发现 你是完全自由的 再也没有什么悲伤 和痛苦 会困扰你 欢迎在视频下方 留言告诉我 你决定放下 什么样子的想法 什么样的习惯 什么样的念头了呢 希望你喜欢 今天的故事 记得点击大拇指哦 把它分享给 你的家人和朋友 如果你还没有 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点击小铃铛哟 那我们下次再见